打一條斜線 下起 放進去 將我們的筋部輕輕再削 先做髮筋輕輕削少量 這個後枕位的項目夠不夠 最前面這一支頭髮 我們可以預留給它先 處理後方的頭髮 順一點毛流 這邊一樣 我們先做一個小斜線 可以先加少許wax spray 上面的部分 因為比較碎少 所以我們有時候的方向 儘量做Random 按完Hairspray 我們也要塗一點毛流 看到尾巴較為直 所以我們要給一個小斜線 大概分兩支左右 因為這邊頭髮較為少